臺灣油畫名家鄭志財 他向來是以人體畫來聞名 不過這兩年他發現到 臺灣有非常多美麗的風景 很值得用畫筆來記錄 後來他手訪了臺灣很多地方的美景 而且畫圖 最近開啟了畫展 不管是碧藍的碼頭 蜿蜒的鐵軌 還是翠綠的茶園景觀 甚至是秋天的紅風 通通成為畫家鄭志財筆下的題材 本來以人體畫為主 但近年他發現 臺灣的美景更讓他動心 1970年曾參與 刺殺蔣經國案的鄭志財 原本在紐約當建築師 反臺後卻開始投入油畫創作 多次舉辦畫展也深獲好評 這回展出的畫作 全都是他這兩年上山下海 辛苦記錄下來的臺灣各地美景 畫展才剛開幕 就已經吸引不少民眾 趁著假日來欣賞 有人喝著咖啡悠閒驻足 還有人乾脆拿出相機拍照留念 鄭志財油畫魅力 從此可見 明天新聞 謝正林 太北八道 我們在某天 是個根本人很高 我們在某天 插直、某天